瑞银发表最新全球财富报告 去年香港成年人平均财富约58.2万美元 按年增长5.5% 人均财富水平继续位列全球第三 仅次于瑞士和卢森堡 另外去年内地拥有百万美元身家的富翁数量 为全球第二多 仅次于美国 全球最大财富管理机构之一的瑞银 发布2024年全球财富报告 香港以人均财富58.2万美元 折合约454万港元 居亚洲首位 位列全球第三 按年盛盛一位 而瑞士人均财富70.96万美元 成为全球人均财富最高的地区 卢森堡则以60.7万美元位列第二 报告对财富定义包括股票 债券等金融资产 以及房地产和土地等非流动资产 再减去负债 去年香港有62.9万人财富达百万美元 与2022年相弱 瑞银预计到2028年相关数字 预计增长17% 内地方面 去年人均财富增5.3% 至79,747美元 中位数升0.7%至27,464美元 去年内地有601.3万名 拥有百万美元身家的富翁 数量为全球第二多 仅次于美国 但人数按年减少3.5%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整个疫情之间 中国的居民积累了差不多6万亿的额外储蓄 我们觉得随着就是经质慢慢的见底 随着信心的慢慢的恢复 那这个6万亿就会可能会去消费掉 所以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觉得是消费还是应该有任性 全年我们觉得是6%左右的增长 瑞银同时预计到2028年 内地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增8% 增幅较其他经济体来说较慢 凤凰卫视 金晓菲 香港报道